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动5600件战争罪的案件调查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基辅接待来访的奥地利总理内哈莫 在共同记者会上他表示 准备在乌东与俄军大战一场 而且乌克兰非赢不可 才会考虑与普丁面对面谈判 美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元首 也要在线上分会讨论乌俄局势 尤其印度仍持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 以及拒绝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莫斯科 让美国非常不谅解 华府仍在积极运作 针对莫斯科的外交与金融围堵 断俄罗斯迎根 促使俄军尽早知难而退 华氏新闻吴显昌编译